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长期对维子支持和鼓励 同时维子很欢迎大家进入我的橱窗 在里面选购自己喜欢的养兰用品 下面咱们就进入今天的教教堂的正题 其实栽种兰花的扑面石所起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湿润镜 然后如果用单纯的硬质料还有一个防虫的效果 对于气候比较干燥的地区来说 在秋冬两届养兰花空气湿度低 盆面容易干 扑面具有很好的保润和防干燥的作用 用不用扑面石对于兰花炉头的发芽 有着不可忽视的功效 兰花扑面石可以让兰盆更加干净 像咱们北方比较干燥的地区 扑面石是最好铺成平盆状 以免湿度过低造成的弊端 兰花扑面石的作用咱们再来说一下 第一就是干净整洁的盆面 扑面石是一种用于铺在兰花盆表面上的一种介质 扑面石的最大作用就是干净整洁 现在许多兰友对兰花的扑面一般都是采用松露皮 石子 苔藓等作为扑面的质料用 这样也显得兰盆更加的整洁美观 兰盆扑面还有不少好处 除了盆面整洁干净 兰花的透气性也会大大提高 还可以起到巩固兰珠的作用 同时防止兰花因喷淋水分时歪倒 第二点就是减少感染上病菌 兰花扑面也可以减少兰花叶片被植料中的病菌感染的机会 第三个好处就是保湿保润 然后促发芽 干燥地区的兰友大多面临着环境空气湿度过低 盆面容易干燥而影响兰花发芽这种弊端 特别是到了冬天春天还有秋天 由于空气过于干燥 如果干燥的比较严重 对于兰花炉头的保湿和春季叶芽的萌发都是非常有害的 通过蓝盆表面的扑面 即使能起到保湿的功效 还能增加炉头的润度 避免了因空气湿度过干 而引起的炉头开裂 影响其发芽和孕育花苞 咱们再来说这个铺面 是平齐的 下面咱们就说是两种铺面的形状的利弊 铺成蚌重状的这个盆面 既有利于水分蒸发 和炉头蓝根的一个通气性 也利于植料的通气 馒头型的铺面 可有效的增强蓝盆的通风和透气性 可促使蓝花炉头和根部氧气供应的更加充足 有利于炉头 蒙发叶芽 花芽和蓝根的水晶头的蒙发 可大大的增强蓝盆水分的蒸发速率 避免因浇水后久失不干 而淋到叶芯造成的这个烂根烂芽 可使蓝根伸展的空间更长 可避免蓝根水晶头触底 所以这个馒头型 这种形状的铺面 通风性调好 水分蒸发快 适合咱们南方湿度比较大的地区来用 然而在北方地区养蓝花 由于空气湿度普遍的偏低 特别是到了冬季取暖的期间 环境湿度过低 是养蓝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 所以北方比较适合把这个盆面铺成平的 就不适合这个馒头状的了 因为南方状的 它通气和沥水的功能性能太过于强 造成这个炉头周围会干燥 就是说在湿度低的情况下 因为它通风过好 所以它就会干燥的比较快 北方适合这种与盆平起的这种铺面方式 也就是说让植料低于盆面 水分就会蒸发的比较慢 有利于兰花炉头的保润保湿 也有利于新芽和花芽的萌发出土 可以保证新发生的兰花根系 能够有足够的伸展空间 对于咱们北方人来说 解决空气湿度和过于干燥的问题 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也就是说咱们铺面的时候 咱北方铺面的时候 不要把这个盆面铺得过高 以盆平起或者低于盆面 这样是最好的 因为它可以充分的保持 这个炉头周围的湿润 下面咱们就来说 这个铺面的几种材质 第一个就是吃玉土 吃玉土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种天然的硅酸盐矿物质 是一种偏酸的 具体比较稳定 它的缺点就是时间长了 大水冲刷容易粉化 所以在咱们铺面的时候 不建议单纯的使用吃玉土 可以将吃玉土和火山石 或者是植金石混合在一起使用 第二个咱们再来说火山石 火山石是由火山爆发后 形成的一种多孔的石头 它也是含有一定的矿物质的 但它的优点就是不粉化 排水性良好 但是排水性过于良好 所以说只用单独的火山石 泡面会干得很快 所以要把它和制制玉土 或者是硅刀土混合起来 这样就解决了既不爱粉化 又保湿的一个很好的效果 第三个就是植金石 植金石大家是很了解的 它比较轻 而且它可以迅速的吸收水分 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和火山石是一样的 吸收水分迅速 它蒸发的也迅速 甚至如果把它放在炉头周围 它有可能会反噬炉头周围的水分 所以植金石也不可以单独使用 我们可以把它和吃玉土 或者是硅刀土 同样的掺在一起用 炉头周围尽量的 让硅刀土或者是吃玉土的比例大一些 外围可以小一些 还有有的朋友还喜欢用珍珠岩 珍珠岩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也是一个硬的东西 它的保水性能也不是很好 所以它也要去掺这个吃玉土 或者是硅刀土 然后同时一起使用 最后要说的一个就是苔藓 苔藓作为威斯来说 是不再推荐大家使用的 因为它的吸水能力和保水能力太强 而且它是有机的一种铺庙的质料 它在天气比较闷热的时候 如果还很暴湿的话 它就会容易引起咱们兰花的一些病害的发生 而且它还容易滋生虫害 所以说大家不要选择这个苔藓进行铺面 秋季可以 秋冬季是可以的 关于这个兰花铺面石这一块 威斯今天就说这么多 也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如果有什么没掌权的 希望大家在评论区给予补充 有错误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给予指正 不要让我误导了别的男友 好了 咱们今天的这期小讲堂就到这里了 我是爱兰说威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对我进行鼓励和支持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见 感谢